说吧 想玩什么刺激的 怎么刺激就怎么玩 原来国际排名第一的杀手 刺杀还需要色用 说吧 谁派你来杀我的 中国战神 要杀你的人多如牛猫 不差我一个 没毛病 说吧 你的遗言是什么 遗言就陪我一起下地狱 有点东西啊 好好陪你玩吧 什么神风赶死队啊 怎么回事 这是哪 那我穿越了 神为武装 败给区区勇士 卢槽 我居然穿越到大正国武装业身上 前身以为比武输了 现在又被 下 有 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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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童东国战神 今天要死在这了吗 武功 哎太好了 电棍也跟着穿越过来了 大胆 竟敢巨型 给我拿下 水 那我就让你们好好感受一下21世纪电棍的威力 你手拿适合妖气 妖气 古人醉心鬼神 我有啥子了 我乃 无取兴准事 陛下 只能竟能引动天雷 恐非凡能了 你若杀我 真小 必将大亡 你手持雷电之气 我非真的是无取刑局下凡 如假包换 随朕来 这老逼灯 竟然在皇宫侍奉雷神 这电棍真是帮了我当 无取献士 七度求鸭 你居心真的想法了 我知道了 这雷电神器 非仙人不可掌控 但只凭此物 这还不能信你 即使无取转世 必定学识通天 神 要考考你 老子大学主修的就是你 有什么能难倒我呢 是不是真的无取信下凡 我念念你 放马过来吧 老逼灯 你可会用兵 兵者 鬼道理 变化万千 出其不意 何解 利而幼稚 乱而取之 吃而背之 强而弊之 哎呀 当老子百家讲 谈孙子兵法是白看的 哎呀 如屈所言 从未听闻呢 令战金石发贵呀 真信你 真信你 上周呢 朕现在就封你为 天下兵马大将军 我赐你三只九五船云舰 一只可调动十里护军 两只可调动白里护报营 三只齐发可调动三军 请你 九道会场 养我国威 天下兵马大元帅 这相当于三军总司令了 神 刚才所说用兵之策 诸位爱卿 以为如何呀 陛下 陛下俘虏之言 真乃万古其谋 当编撰成书 宰入实策呀 是 是 此乃转世无曲之智慧 神 可不敢贪天之功啊 转世无曲星 没错 无曲星手持雷电神器 功效过去未来变化 与朕一谈以为之体 臣请见乌星 朕以封无曲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此刻 臣请乌国古道大会 为我大正国争光 罪而小国 武风凋零 无一人可战 真是可惜 本军来之前 他们的确是孝 现在我来了 就是孝 是谁 本主无国公主 死 一群相关了 那场上电棍的厉害 什么武器 你 你究竟是谁 今天正好来有联系 我何不借此机会 好好卸上他一顿 我就是无曲星下凡 天下兵马大元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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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曲星下凡 去星下凡 去星下凡 你 老屁无曲星下凡 你不过是一区区 壮人 前几日 与金国勇士逼护 败 既然没把你斩首 现在竟然在此冒充 不去星军 黄星 诶 这么无事 骑我发妻 还用气害我输给金国武士 还敢瞪我 这一席 三叶客人的 这一席 木屋尊碑 哎 大胆 反了来人 杀了他 慢着 要杀也是本公主 他第一个冒犯的人是本公主 嘿 啊 这就是你对本军不敬的后果 你 你敢麻烦本公主 那胆 你敢说军国公主 想去意调起两国矛盾 我砍了你 慢着 怎么 想跪下求情 晚了 谁求谁还不知道 哼 你竟敢做此圣礼 大胆 这是陛下 为天将星军所设之位 岂是你能做的 好你个凌风 你这是不想活了 我就是武曲星军 现任天下兵马大伦帅 武曲星军下凡 能被我金国区区一个百人掌所击伴 真是笑话 哈哈哈哈 万军之将 竟如此猖狂 看本将军砍了你 穿云剑在此 谁敢砍 啊 竟只能耗领天下兵马拱卫的 久能不穿云剑 此等生物 他怎么会用 你真是武曲星军 正是军 你真是武曲星军 正是武曲 不可能 他之前还是个败家之士 咱们可能是武曲星军 肯定是假的 没错 此事定有蹊跷 定是这个废物 偷了陛下御赐给星军的穿云剑 在这儿胡家胡威呀 都不信是吧 那本军就让你们信 祖宗啊 我天剑武曲 又我大政 又我昌盛啊 真是 这不是阵赐给转世武曲的穿云剑 这武道大会 发生了什么事了 陛下 刚接到消息 那个混账犯人只要你疯 黄将军就要找了他 混账东西 这黄吉白 谁给他的担子 你快去召集京城兵马 前赴武道大会 给朕背马车 朕要亲自去武道大会 快 是 黄吉白 我看这大将军 是坐不稳了 传云剑已射出 为何没有兵马前来护你啊 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莫非这川云剑 川云剑定是假的 他不是武曲兴军 武曲兴军另有其人 黄将军 招什么起 让剑再飞 你这个人还真是有意思 本事不大 胆子倒不小 死到临头了还在这里装风卖傻 哦 十里护城军正往武道大会赶来 是真的 这只川云剑是真的 是真的又怎么样 我照样赶了你 大胆 你竟敢不识九五川云剑 你去而已 只能调动十里护城军 我问皇家军就在城外 除非你有两只车云剑 调动白里虎豹营 否则 你奈何不了我 啊 那文军今天就让你们看 什么叫双剑齐发 啊 难道他有两只川云剑 不可能 就连十几年前太子遇刺 都只发了一只川云剑 这废武装员 难道 比太子还尊贵啊 怎么可能还有一只 不得了不得了 两只川云剑齐出 这可是举国震惊的大事啊 啊 两剑齐发 白里虎豹营即可抵达 五万皇家军 有无力抵抗啊 那他真的是无取新军 这川云剑 一定是偷来的 除非皇上清临 要不然 你奈何不了我 快 再快 这 两只川云剑 保护无取新军要紧 十万火急 快 这 当然不是 你这边蠢口 你就不怕你愚蠢的行为 涉及到你的族人吗 一夫 那老子今天就杀了你 杀了你的族人 我倒是要看 到底是谁家被图 第三只 你 他竟然有三只川云剑 三剑齐发 三军随意调动啊 疯了 疯了 真调了三军 恐怕引起朝纲正当啊 你可别忘了 我这个金国公主还在这儿 你调动三军 全人不顾我的安危 你这是要挑起两国的战士吗 好像是玩的有点过了 黄狗 我暂且把第三只殿收回 你说你是五曲新君下凡 你有何凭证 对啊 你有何凭证 绝胜于千里之外的才华 就是凭证 好 你回答本公主一个问题 说 我若说错了 为你牵马追凳 做你的奴仆 好 你若答得上来 我就认你是五曲新君 这是江国地图 如今江国重兵 攻打我金国之必救 一旦我金国士兵回顾救援 则必遭埋伏 如若不救 则损失重大 你能解我金国这两难吗 这小子 不过是一个直懂 五刀弄枪的废物武状元 我堂堂大政国 神武大将军 你时间都没有两侧 你就等着被羞辱吧 曲曲小提 你要拿来考我 你能解答 简单 声东击西 调古于山 简单来说就是 唯卫旧赵 华夏两大阳谋之一 这一笔装定了 唯卫旧赵 何谓唯卫旧赵 襄窗古时 赵国被魏国所为 向齐国起 齐国直接派兵 回了魏国的宇都 魏国进退了难 只好回王 原来如此 根本无需旧约 我金国只导将国之都城 即可结尾 还不错呢 其后我从未听闻 这小子计策 则是高明 嗯 本公主说到做到 你结我金国之危机 我定户你周全 黄狗 你不是要杀我吗 你不是金国出谋划色 你这是一笔 我看我们选了你 黄狗 杀 必死 天下之大 谁敢杀我 谁敢揍我 皇上驾到 阵感 陛下 陛下 朕要杀你 你死不死 陛下 我只是处置一个无用之人 我身份何罪啊 陛下 大胆 朕的人 岂容你这般诋毁 一个狗奴才 你才是愤 陛下 皇上怎么如此偏袒凌峰 难道这凌峰 真的是无需先军 陛下呀 是臣 狗眼看人低 是臣 有眼不识太山 还望陛下 恕罪啊 是朕 安排不周 让你受到如此大辱 朕 这就替你 声张正义 于林军 斩了他 哎 陛下 臣是你亲自 撤封的大将军 斩我 必须三思会审啊 陛下 对啊 陛下必须三思会审啊 混账东西 封我看 乃我和朕 不能逾越古法 不能斩他 这 还斩不了他 好办 姓黄的 你欺压百姓 以权谋私 辱我害了你 杀我 今天就一并还给你 这个字呢 我送给你 是希望你能够认清自己身份 还不叩头谢恩 谢武卓越 还有一瓶大将军呢 真是没工气 随着老御书房 朕还有钥匙与你相商 拜训之士 何才得皇上宠爱 莫非 他真是转世无曲兴君 没错 他应该就是无曲兴君 他能想出唯唯救赵的奇谋 是无曲兴君也没什么呀 陛下 陛下扫寸兴君走了 林峰是无曲兴君 这不可能啊 那他同行 为何得圣上宠爱啊 我懂了 金国公主带 陛下不愿家丑外扬 没错 陛下来走林峰 一定是要私下用刑啊 对 我去兴君 看他冒充自己 一怒之下 想亲手阻决了他 定是如此 竟然想死 全家 死完完整整 兴君受辱 朕犹罪过呀 还请兴君 切莫对我大政国 失望呢 陛下言重 这皇帝真够迷信的呀 兴君圣体 光乎国运的 不可轻视 朕将刺新君一把上方宝剑 上方宝剑 可占一切望尘 新君持有此剑 再无有人敢冒犯于你了 好东西 以后老子可以哼得走了 这上方宝剑 可是很难得呀 陛下对臣如此恩义 想必是 有求于臣 哎呀 新君果然聪明过人啊 虽然诸国群雄逐鹿 但也有江国独带 如果江国攻打京 中国求援于朕 朕之开不来就 陛下 这金国与我国接壤 如若不救 毕竟是纯王之 可是我大政国军事衰弱 战则话一样 不知新君有什么办法 这老地道 原来是想掏我继某 新君为何大笑 陛下 臣笑 是因为臣已经想到了 必胜是战法 哦 什么战法 造仙气 造仙气 什么战则啊 既然地面上打不赢 那咱们就在空中打 此物 名叫滑翔机 滑翔机 轰炸机造不出来 滑翔机还造不出来 此物 和预风飞行 头空就行 真有这么厉害 这便是臣想出的必胜之法 老子要把空战提前几千年 兴君啊 你要是早日转世 我大政国百姓 也不会死那么多人呢 陛下 是臣来之 不知 还请兴君早日造出仙气 让我大政国国威呀 兴君造仙气需要什么 尽管开口 朕 绝无不准 陛下 莫急啊 臣想先回趟家 报个平安 我家里 可还有个每天交易题啊 郑望 家人还不知道 你话想为疑 你且先回 上方宝卷 朕马上派人送来 那臣 告退 好 不愧是大政第一美人 不愧是大政第一美人 以往你夫君对你不好 但是他现在已经死了 不如做将军的女人吧 其实你嫁人 生死又如此 贱东西 要死结 老子杀了他们 大人饶命了大人 说 不愧是老子杀了他们 帮你脱 不然救我 不然 我脱 这就对了吧 将军今天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上了临风的狗奴台的正气 想不到这辈子 还能见到五庄园的西子背上 听说呀 还是某个一品大官的嫡女呢 不过后来那个大官被贬了 脱啊 大将军 你上网上之后 就让我俩爽爽呗 好好说好说 哈哈哈 哈哈哈 前戏做完了 现在该正戏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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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哈哈 哈哈 小鸡排 你可不是我的女生 咋还没死 哈哈 那 要死的人是你 要死的人是你 来给我拿下 别过来 不然我就杀了他 什么不敢的啊 好 别动 你把你手上的东西丢下 快点 好 你扔 我把他放了可以 跪下 给我磕几个醒头 我就把他放了 陛下现在赐我上方宝剑 跪 坐 陛下 你受不起 上方宝剑 你说出来你敢相信吗 跪下 快跪 跪下 上方宝剑到 上方宝剑到 宝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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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随便拿把破剑 就敢冒充上方宝剑 陛下定朱丽九族 我 上方宝剑 上方宝剑 拜见 无皇万岁 万万岁 万万岁 随风 你怎么可能有上方宝剑 到底是谁 杀你 不 你不能杀我 连皇上都不能杀我 你凭什么杀我 老子的字典里就没有不能就两个字 不 不 老子有免死金牌 金牌呢 金牌老子没带 没带就是没有 不 你不能杀我 你杀我需要三思会神 不 你不能杀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他是三军大将 杀他去三思会神 你不能杀他 哈哈 听见了吗 杀我需要三思会神 我把你老婆睡了 你也奈何不了我 说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滚 相公 不要打我 人生真是个宝宝蛋 娘子 你放心 坐镜往后 我不会再打你 将军 手势接上了 手劲可能接不上了 什么 废话 哎 我再叫一个太医来 是 黄将军 黄夫 我带你不保啊 你为什么要害我 黄将军 龙塞怎么敢害你呢 你为什么起零我 林峰不是无死兴君 他都要上方宝剑 怎么可能不是啊 大将军 林峰你我是支齐根底的呀 他就是武状元 还是个走后门当的 那他上方宝剑从何而来 啊 这还不明显吗 肯定是他攀上了新军的关系呀 这小子最会走后门了 新军出江市 人生第五书 肯定需要下人 这林峰就是那个下人 这上方宝剑呀 肯定是陛下送给新军的 被他盗用 东方 就一个兴趣下人 竟敢录取赞犯如我 我已经与你 施不两立 相国 还是我自己来吧 说好了 黄将军 这便是你 杀他的好时机 皇上下令召开征讨会 届时无许新军定会参加 无许新军 一定到场 以大将军的人脉势力 这事只要大将军主动投靠新军 那新军必然不会再用林峰那小子 到时候 他没有了新军的靠山 我看他怎么跟我斗 林峰 征讨会上 你必死 不吃饭 吃你吃下 老爷 圣上传来口月 请您速去征讨会主持大局 将军 将军 你这状态 还是神采一样 黄大人 你脸上克奴 手也被砍了 还能当大将军 狗东西 我不能当 难道你也想当 来人 来人 给我拿下 你下犯上 目无法令 把这个三平五块的官服 给扒了 放开我 放开我 投出去 上则一白 放开我 黄将军 不过就是顶撞了你一句 至于吗 公主 难道你想干预我国国事吗 我 还有人 是你本将军吗 不敢不敢不敢 他们不敢 我敢 手都废了 还在这里退 信不信我把另一只也砍了 狗东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别人 你把他给我拿下 上方宝剑在死 看谁敢动手 我看谁敢动手 竟然是上方宝剑 仙斩后奏 黄泉特许呀 莫非 真是无取新军 凌凤 你真是无取新军 如今的兵马元帅 正是 你胡到了别人 你胡不了我 你就是新军下人 就是一奴徒 谁告诉你 本将军 蜘蛛在握 到时候 新军大人一到 我便巴结于他 到时候 你没有了新军大人做靠山 就任我拿你 黄狗啊黄狗 你还真是无可 今天我便把你的右手也砍 看看能不能救救你那 愚不可及的女子 又在这说大话 本将军 拈死金牌在手 上方宝剑不能斩我 虎符在手 百万兵马任我调用 你凭什么斩我的手 黄精精有金牌有虎符 神归赫赫呀 林峰今天是死定了 主东西 我再问你一句 凭什么斩我的手 什么手 就凭我是天下兵马大元帅 其灵百姓以权谋私 罪大恶极 我要斩你的右手 以敬效尤 就不过是一区区星军下人 还敢在此冒充大元帅 冒充 就凭我一个月内能击退江国 我还用冒充 这 天老爷 我没听错吧 一个月就能灭江国 这是天大的笑话 一个月 林峰 我承认你很有才华 可是一个月你这话未免也说得太大了吧 就这 我还搂着 废话 不说大话能死吗 那我们来打个组 就读我一个月内能不能击退江国 嘿嘿嘿 待会儿星军一到 你就是死人一个 我跟你这将死之人 有什么好赌的 松了就跪下来磕头认错 看来黄将军确实是死 以前黄将军可爱赌啊 黄将军连续错 自己也会怕 怕了 跪下来道歉认错 本将军怎么可能会怕 本将军跟你赌 本将军跟你赌 虽然你是将死之人 不过你要是输了 要本将军处置 好 要是你输了 就把你的虎符乖乖交出来 哈哈哈哈 原来你这个狗东西 换盘打了死掉我的虎符啊 找废话 我就问你赶了还是不赌 赌 必须赌 江国乃虎狼之使 本将军死也不相信 你能在一个月之内击退他们 是啊 十年前七国合作抗江也没能赢 江国将星云集 地率和谐 实在是无懈可击啊 林凤 你不该跟他赌的 你输定了 恰恰相符 本军可是从天上来的无许 自然 会天上 贤气 贤气 此贤气 名为滑翔机 能载人飞天 再配合我用火药制造的炮弹 可以一招制敌 你这么神奇 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呀 是啊是啊 这真的是仙气啊 仙气 滑翔机 可以万军从中取上将手旗 到时候本军在天神下满 炸了敌军的阵地 那江国的士兵就如同土鸡瓦狗一样 黄将军 咱们把刑期图纸给撕了 妖言获重 大家都不要相信 黄将军 就算不信也不必撕毁图纸吧 这万一是真的呢 不可能 不可能是真的 自够以来 拿到从来就去地上了 咱们可能到天上的 冰者 鬼道 想救的是变化万天 出其不易 攻其不备 没错 这才是真正的用兵之道 这林峰年纪轻轻 竟有如此见识 真是人才呀 质疾平心 无人浓谷 这种仙才 怎么不在我爹头上 还在此妖言获重 狗奴才 马上兴君和陛下也该斗了 到时候 一定治理的罪 陛下看到 他这是太好了 够了 你这废物 假计兴君为名 在此妖言火重 我定要替兴君和陛下 惩治你 来啊 把他给我拿下 上方保健在此 我看谁敢放肆 伍服和免死金牌在此 只管拿下 砍了他 我看谁敢 陛下下落 废物 你这废物 心中心一定会到 当时我治病之罪 你就这么确定了 被治罪 我确定 废物 不被陛下治罪 我吃食给你看 哦 那你吃定 陛下 陛下 敌封 借了陛下 为何不跪 不用跪 陛下 这是为何呀 如何行事 跟你说 陛下 臣惶恐 不 说说 喂 都听好了 就是吴曲星 陛下 臣有事要做保 请陛下一步 君为何不让朕说完 陛下 陈云那黄旗白打脱 若是他输 他就得把虎符 他如此大方 这虎符可是能 撂动灵家经营 多年的军队 所以 我必拿死虎符 如果只是虎符 朕都可以帮你要来 只是要来了 你也用不了 这灵家 掌握军队多年 陛下 只要有虎符在 陈次有办法 找回军队 我脑本 好像就是调中军队 办法多不适合 陛下说 他是吴曲星君 是啊 但陛下的话 似乎没说完呢 哼 口屁的吴曲星君 现在肯定是向陛下求情去了 求陛下不要杀他 我觉得不太像啊 妇人之见 再说一次 你 金国公主 你们金国 可还等着本将军前去搭救呢 皇上 你之前所言 微臣 未能听清啊 朕说 他乃是吴曲星最宠爱的下人 吴曲星 给他教了许多仙界才有的学问 陛下 为何不杀他 为何有上方宝剑 这下 全明白了 他竟然拍上了星君的关系 陛下说的话 你听清 听清了 服不服 末将 服 服还不够 刚刚是谁说 要是我不背之责 不迟迟 这 来人 取马分来 啊 哎哟 陛下 怎么了 黄大将军 不合胃口啊 这 也是 这么干 怎么吃 去 再接桶马尿 给黄将军润润喉 请吧 黄将军 没事吃干口喝 老是别往心里搁 黄将军 好重的口味啊 这一大桶尿 我的 吃得完吗 大将军 食材 多有得罪 请 坤恕我 不 陛下 陛下 这 命 黄将军 吃啊 陛下让你吃 你还不吃啊 快吃吧 吃啊 快吃 快吃啊 吃啊 真吃了 你看 这怎么能吃得下去啊 还喝 还喝 真喝了 真喝了 你快看 哎呦 黄大将军慢慢吃 我要跟陛下去商讨作战细节 黄将军 你今后改名叫 使尿将军好了 飞 星军啊 你这仙气造的怎么样了 一切准备就绪 现在 缺少将人 将人 星军无需忧虑 整个工部 都为星军所用 那 仙气很快就能造成 现在 就差炮弹 炮弹 这 何为炮弹呢 炮弹就是用火药 制成的 炸弹 火药倒是有 军中用火药 制成了霹雳弹 但威力无大 破甲 难道不能啊 火药不能破甲 肯定是这个朝代 还没弄明白 烈性炸弹的配备 我又有装逼的空间了 破甲算什么 陈的炮弹 分天 哎呀 星军大财呀 哎呀那朕 就恭候你的佳音了 哇 哇 这什么东西 这设计在 太厉害 如此巧夺天空啊 哎呦 见识一下 这是什么 特技 哎呀 这真是 太精细了 难以置信呢 这图实在是太精细了 所以 尔等要努力了 一旦造出这仙气 我能让尔等 轻视流营 大人 我等也想努力啊 但 这灵部剑太精密了 我等根本造不出来呀 是啊 恐怕只有墨家唯一传人才能够做出 那就去请 可是他最新学术 心高气傲 性格孤弊 恐怕难以请过来呀 哦 在我面前 哦 我亲自去请 去区区新军下人 竟然敢这般如我 不就是攀上了新军吗 我也能啊 如果 怎么样才能攀上这关系呢 黄将军 好消息呀 我接到消息 说林峰要去请墨家唯一的传人 墨瑶尔去造仙气去 请瑶尔去造仙气 他们难道不知道 本将军与瑶尔 情缘长解 正是如此 只要大将军出马 那林峰肯定请不到墨瑶尔 他们请不到瑶尔 造不出仙气 必丢新军的宠信 到时候本将军 把这新军的机会 就来了 还等什么 速速备马 家主 黄将军到 瑶尔 我来了 你是谁 我呀 老黄啊 曾经还追求过你 我不认识你 赶紧走 别影响我研究 要我走可以 等会儿 一定叫林峰的 想过来找你帮忙 你千万别去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纲 我不理那些组织 就算陛下来了 也没用 好 陛下找你没用 我找你 一定有 奴才 瑶尔 前行研究 墨家机关书 连我都不认识 他会帮你 简直是笑话 不管你是谁 赶紧离开 我要是不理 来人 把他给我轰走 臭小子 吃憋了吧 我会吃憋 笑 你敢动我研究 来人 把他推给我打折 买 我早就听说 你们墨家机关 天下一语 想不到堂堂家主 却在研究这种 破烂玩意儿 什么破烂玩意儿 你这庸碌之才 怎知我独轮车 净尿之主 对 这个狗东西 仗着自己是 兴趣下人 作威作福 瑶尔 赶紧把他赶出去 叫我家主 我不认识你 瑶尔 亏我还喜欢你 你 黄狗 看不出来了 你还是条 舔狗 天 我 你这么做 就是想让独轮车 更便捷 是 莫非 你能看懂 平时 可是学不工程设计 这点东西 能不懂 得不过如此 看来请你来 也帮不到什么忙 告辞 等等 这位公子 你是否有更好的方案 当然 请讲 你可曾听说过 牧牛流马 这可是卧龙秘书 你这小姑娘 跪着求我教你吧 何谓牧牛流马 何谓牧牛流马 牧牛流马 连肝坐骑骨 齿轮为骑肉 不因风水 失其自愈 不劳人力 这就是 极限 这怎么可能啊 教 这么厉害 不用人力 绝对不可能啊 对 对 就是不可能 这小子 就是胡说八道 胡编乱造 你也觉得 我是在胡编乱造 不 他可能不是胡编的 或许 这真的能造出来 家主 这世间真有如此神气吗 要真是这样 那他就是天下第一大财 何止啊 恐怕 连创立末家的祖师爷都不如他呀 谢大贤 请大贤授我牧牛流马之术 请大贤授我们牧牛流马之术 黄狗 你现在觉得 他会帮我吗 瑶儿 他不过是以星君下人 怎么会有这般的文才呢 哎 不准你如我大仙 瑶儿 亏我对你一片痴心 你居然不向着我 你向着他 我不向着任何人 我只向着才华之人 而他 就是绝世的财务 至于你 给我滚 舔狗 舔狗 舔到最后 一无所 我呸 别人信你 我不信你 我不信你能制造出了什么牛流马来 咱们可以再打赌 要是我输了 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但是如果我赢了 那你制作霹雳弹的兵 这我用 你在打什么算盘 刚刚还是舔狗 现在又变怂狗 不 本将军不可能怂 霹雳弹 也无是威力 我跟你赌了 好 那我现在就给你做出来 这个太大了 不行了 等我把锥子拿过来 所以沐流牛马 就是机械思维的产物 灵界严谨 设系 精密 周末作将 天都快黑了 还没造出来 我看你今天 是很难造出来了吗 难确实是挺难的 但是好在这里是墨家 这里有无数优秀的将军 这个能动啊 真是倒财啊 真能动 哇 这也太厉害了吧 真的厉害 真厉害 真厉害 我的天哪 是让我走两步 睁开你的狗眼 看清楚 真要能自己行走 那可就神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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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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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狗 明天我去你那里拿人 记得 列队多赢 奴才 走着瞧 谢大贤 请大贤受我墨家学问 请大贤受我墨家学问 大人 你真把墨家家属请来了 是啊 以前陛下征僻 墨家家主都不曾入朝为官呢 没错没错 大人的面子比陛下还大 是啊 是啊 墨家不认权贵 只认大贤 林峰是无双大贤 墨家自然要追随 墨流牛马什么的 都是想机关 而真正能熬游天际的仙气 大贤 务必要让墨家打造此仙气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好 此事就交给你了 墨家 定不负大贤所托 这可就太好了 大人 陛下召见 我去就来 陛下 哎呀 仙君啊 朕都听说了 你连墨家都能收服 你实在是我大政国之福啊 陛下言重了 如今先进华香散已造好 现在就只剩下炮台 是说霹雳蛋 霹雳蛋有黄鸡白通关 朕给你要来就是了 不必 趁情搞定 那黄鸡白以为霹雳蛋没什么威力 明天我一定让他一开眼 快去再提几桶水来 快 这是啥雳蛋 先给你毁了 看你 黄鸡 废物来了 这是你要的霹雳蛋 全在这儿了 你到时候拿回家去 晒个十天半个月 说不定能炸出点小水花 你是不是耳背 我要的是做霹雳蛋的兵 我不要你的蛋 要了做霹雳蛋的兵 我也是去做霹雳蛋吧 谁要做霹雳蛋 霹雳蛋算个屁 老周做的是大炮弹 这大炮手 你还没我这霹雳蛋为力大 再来几堆这样的霹雳蛋 也抵过一颗大炮弹 你言论 不信啊 我做给你看 来来来 我俩过来 老师再看看 他们能给你造出什么大炮弹来 这是你要的两个兵 我看这两个废物造出什么炮弹来 那你就打桥吧 你们双手去黑 是不是从小与火要接触 是啊 但是你们只能造得出霹雳的 造不出威力更大的炮弹 是 狗狗塞 他们俩就是废物 这些人呢 我早就想把他赶出去赢了 你想要 给你们 大人 我等 是无庸之人 我 我对大人也毫无用处 世人愚钝 千里马长有 而伯乐不足 我与这只狗不足 他发现不了宝藏 而我呢 我能带你们造出跨时代的大炮弹 让你们轻视又明 大人 这 这是真的吗 当然 我现在就带你去 你们之所以造不出威力更大的霹雳蛋 是因为你们用了火药 而非炸弹 敢问大人 这火药和炸弹 不是有什么区别 火药只能造出烟花 共世人想 而炸弹 却有山崩海啸之事 那大人 请问 像这种威力巨大的炸弹 还又该 如何制作呢 那 就得看配方了 老子当年当煎兵时 可是手搓过土炸弹 哼 在山崩海啸 我看你是一笑大方 真要如此威力 那你不早成仙人了 本君什么时候说过 不是仙人 来本君本君 陛下都说了 最兴趣下人 你还在这撞 陛下说什么 你 什么意思 干什么意思 既然你不信 那等我的大炮弹造好 你可别跑 好 不过是一区区的大好霹雳蛋而已 本将军用得着跑吗 将军跑了 什么事 好气魄黄狗 我真的很好奇 你会被炸成几段 还炸成几段 伤不了本将军 一根毛 那你就 我配 来吧 我今天 被让你们轻视 将军喝茶 你出来 将军受罪 你才凉的 人斗谁都不会 想抗死本将军是吗 将军受罪啊 来人 仗何一百 将军饶命 快点 将军饶命啊 猴狗 本军赐你这个奴子 是希望你行事 不要如此暴力 没想到你还如此 别放 你这娘子还在死冒充心军 你信不信 我上次立马治罪的罪 治罪 治罪之前 你想看看这是什么 这难道就是你说的 山崩海啸的炸弹 且 也不过平平无奇而已嘛 平平无奇 那到时候我引爆他的时候 你可别跑 将军输了 好的是你孙子 黄将军巧 广队 快走快走 快走 快走 好呢 你可别动了 嗨 你可别动了 老子不动 将去尿急 先去撒个尿啊 黄狗 被炸成几块呢 你们两个收拾东西 狗红公公 我带你们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是 大人 快走 新军啊 朕此次前来 是恭喜新军的 陛下都知道了 京城之事 还有朕不知道的 天崩海啸 无与伦比 你是一次次的给朕惊喜啊 陛下 那还只是小事牛刀 等我的炸药制成了 威力还会更大 还可以更大 要多大 火多大 原子弹造不出我 天梯老才造不出来吗 太好了 若新军在 我大政国 定会威政万国呀 现在万事俱备 只差铁矿石和木材 只要他们一到 天气就可以正式制作 好 朕就等你的好消息 林峰 搞东西 将军一定要弄死你 报 大将军 属下有钥匙要报 讲 您安排在公布的眼线来报 如今公布在等一批 铁矿石与过台 进京赶至仙气 将军 这是眼线化的 马车送货路线图 哈哈哈哈 存命令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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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里关卡 只要发现有送过马车 立马扣下 快去 是 属下领命 尝尝这个 你让开 林峰要教我武律 你才让开 林峰要教我掀起制造术 我是金国公主 你敢跟我抢 我墨家弟子遍布天下 谁怕谁 大人 大人不好了 咱们的铁锅和木材 被扣了呀 谁扣的 本将军扣下了 本将军扣下了 不好意思 本将军有监察细作之权 你的那批货物 被本将军当作可疑物资 给扣押下来了 你个老狗 知道你扣错了 还不赶紧放下 你个老狗 黄金白 这批货物是关系到 打造仙器的大事 你赶紧放行 姚儿 这放 肯定是要放的 不过 我虽是大将军 可是这军队难管啊 我估计 这个时候 这些货物已经被瓜分完毕了吧 这大头军素质差得很 姚儿啊 你可一定要理解于我呀 你放屁 你压根就没有想放行货物 公主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我一心为国国家问世 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呢 这么说 你是没有办法 办法 倒是有一个 只要你跪下来 给我磕几个想头 说不定本将军心情好 马上 传令过去 怎么样啊 放肆 林峰乃举是大闲 怎可给你下跪 那本将军可管不了了 即便你是拿上方宝剑 骑最快的马 也得两天才能到 两天 你的货物早已被瓜分完毕 林峰 你想造仙气 恐怕是造不成了 谁说最快的是马 最快的 那得是在天上飞 喂 连仙气都没造出来 你拿什么去飞啊 我看你这儿 有点问题吧 冯峰 你是不是压力有点大呀 大贤 不然我们等下一批 等下一批 等下一批 你猴年马月啊 到时候我大金 早就被江国给灭了 你放屁 你放屁 呸呸呸呸呸 所以啊 我劝你还是跪下 给我磕几个小头 本将军心去一毫 说不定把你那批货物 给你弄回来 跪你个头 向来只有你跪我的 都看见了吧 是他不想 不是我不帮他呀 对不对 那就算了 不用你在这儿假惺惺的 没有你 我一样可以 大贤 可真有那仙气 能飞到那空中去 当然 公主 你们别被他们骗了 哪有那么多神器呀 这个人分明就是在 胡言乱语 有没有胡编乱造 一会儿你就知道 所有公募人员 全都出来帮忙 老子要造 热气球 兄弟们 我们一起努力 把它造好 祝我升天 好 林峰 为何掀起热气球 它能升天啊 很简单 因为热空气 会伤到冷空气的上方 听不懂 哎呀 公主 听不懂很正常 什么热空气冷空气 都没听说过 肯定是胡说八道 黄狗 你还真是计时不计打呀 我都打你脸这么多次了 真是一点教训都没有 以往是星君的智慧 这次事出紧急 我就不信 你还有星君的教导 林峰 这个热气球 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不信 不信你问瑶尔 我也不知 但我信大贤 瑶尔 别被他所骗了 赶紧滚蛋 明天早点起 看老子是怎么飞天的 是 那当然 我今天就算一夜不睡 我明天也要看你当众出手 加油 加油 林峰 明天真的能飞吗 当然可以 那明天你要飞的话 能不能带我一起 我从小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飞天 我不仅可以带你飞天 还可以让你爽飞天 战士越发的紧张啊 不知道 仙气造出了多少 去看一看 白驾 去公布 陛下 公布没人呢 人都去哪了 那帮人忙了一夜 说今早林峰要飞天了 什么 飞天 陛下 这不是胡闹吗 快 买价 先要去看看 好 我们一起 偶像天际 哎呀 啊 哎呀哎呀哎呀 哇哎呀哎呀 皇上到 回来 快回来 仙气还没有做好 你不能飞胜起阵呢 陛下 我去去就回 回来第一时间 要见阵呢 啊 快看快看 是大贤 是大贤 还有家主 他们真的飞起来了 他们真的成功了 他们在和我们打招呼呢 哎 真飞小天了 你不是说不能飞吗 黄狗 你 哇 这可是堪比金子一样的矿石啊 发了 发了呀 这些都是留给星军做烟雾的 那 咱们要是卖了 你说的星军 会不会从天而降 给我们再下刑反 什么狗屁星军呢 那都是大老爷吹捧的 也对 要真有什么星军 老子立马出家当道士 哎 你是不是怕了 你要是怕了 可别挡着我发财啊 哥哥说笑了 我怎么会耽误你发大财呢 我只是怕 你怕什么呀怕 什么虚无神军呢 什么险胜真军呢 要是他过来了 我这一刀 咔咔咔咔 把他披成两半 老爷你还不懂吗 都是互相捧臭脚 今天来个师仙 明天来个武圣 后天再来个星军 都是假的 不 不许假的 真的有星军 星军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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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军饶命 就是你们啊 星军饶命 敢拦截本军货物 不敢 不敢 是皇大将军的命令 对 我们只是封面显示啊 星军饶命 饶命 行不行我砍了你们啊 林峰 现在还不能砍他们 他们还需将货物送往京城 对对对 我们还有用呢 我们会八百里夹急 把货物送往京城 好 那我就再给你们一个机会 若是一天之内 货物到不了京城 那我就通知阳翁爷 把你们都享福国 我们一定送的 一定送的 我们快走 是 是 快走 走 你们是要坐马车 还是继续飞天 飞天 走 林峰林峰 这飞行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我刚刚听到你又说自己是武曲星军 你干嘛老冒充他呀 对呀 就算你不是那武曲星军 你也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物 你们呀 还是不了解我呀 我听说 在天上许愿 更容易愿望实现 真的 但是 是要一男一女才行 我也不会分身之术 只能陪你们其中一人 陪我 陪我才对 这样就算是 两个人都陪了 快许愿吧 嗯 因成则灵啊 来呀 才没回来呀 星军 会真的回到天上去了吧 星军一层 该怎么活呀 哎呀 陛下 陈归来了 哎呀 饿得个身呀 你咋才回来呀 你把阵都想咋了 雨风 材料已全部准备完毕 马上就能造仙气了 所有公部官员 我们加班加点 尽走本宫 是他人 你说什么 传来消息 货物已经送达 仙气 马上就要造出来了 你们这些废物 废物 将军 将军 您息怒啊 将军 老子今天就不让你好过 传我军令 兵官正式 往后退二百里 将军 不可 万万不可呀 那样江国的士兵 便会长驱直入 金国便危难旦夕 我大政国也危险了呀 你在质疑本将军吗 树下不敢 还不快去办 是 匹夫 就算你遭受了嫌弃 又怎么样 老子今天不让你好过 嫂子 你累了吧 让我来喂林峰吧 不劳公主费心 累了吧 我给大贤 杀杀风 我来给林峰 捏捏肩 她是我笑过 我不管 她亲过我的 她 也听过我 相国 你可真风流啊 娘子 你等我给你解释 陛下驾到 皇帝啊 你真是我好兄弟啊 来得可真及时啊 参见陛下 都起来吧 边关失守 将国长驱直入两百公里 现在以兵临金国城下 边关失守 又不是将国的主力军 只是将国的侧义部队 战斗力不高 怎么会让边关失守呢 这 就要问朕的皇大将军 来 皇姬把押上来 陛下 臣 无罪 混账 还无罪 你为何下令 让边关将士退兵 皇将军 你这是要害我大惊啊 陛下 我国战士连年征战 早已伤亡惨重 加上大将 乃白战白胜之时 我若不退兵 恐我国战士 消亡殆尽呢 陛下 我国对金国的牺牲 已经够大了 不值得呀 不值得 你懂个屁呀 你个短视狗 你知不知道金国与我国接掌 一旦被江国拿下 江国以金国为跳板 会致命我国 你懂不懂春王齿寒 难道 让我国将士 就白白牺牲不成吗 皇上 皇上不必担心 林峰 不是平时点字众多吗 不如让他 出谋划策 林峰 我都要看看 你该如何破局 林峰 只要你能救金国 我 我愿意嫁给你做妾 救金国 就是救大政国呀 你可有办法 有 婚禀陛下 仙气已经造好 真国 小垃圾呀 好 那我们一起 去看看仙气 陛下请 诸位请看 万众期待的仙气 这个 就是仙气 华雄鸡 没错 此仙气 一架可装载十发炮弹 那十架就是百发 百架就是一千发 真有百架仙气 那 那普天之下 皆非王储啊 好 好啊 有此仙气 大政国 必定千秋鼎盛啊 啊 哈哈哈哈 哎 墨家家主 如此喜事 为何闷闷不乐呀 陛下 臣女 实在乐不起来 哦 为何呀 这仙气 确实厉害 大贤所说 早早有据 这大政国 必定无人能敌 但 但这场 池原金国的战争 恐怕 无法使用这仙气 陛下 公主 莫慌 这仙气 定能用 大贤不可大意 这仙气滑翔机 需要乘风而行 我们需要记住风向 陛下 我们所需东风 可现在挂的是西风啊 所以陛下 仙气滑翔机 在此次战争中 无法使用 哈哈哈哈 原来你这个玩意儿 根本就用不了啊 陛下 陛希望 让陛率军出击 虽然不能击退江国 但能够缓解 金国的危机 缓解 有个屁用啊 你连仙气都用不了 拿什么去打 谁告诉你用不了呢 没有东风 你怎么用仙气 没有东风呢 陛 便向天界东风 陛下 陛 要向天界风 大贤 你真的能借来东风 这可是神仙手段呀 哎呀 不可能 真能向天界风 陈能 江国军事滔天 号称不败之师 诸国纷纷避而让之 全都忍气吞伤 但是 我便要向天界风 让这仙气滑翔鸡 遨游天际 以破江国军威 并且我这一戒 不仅是戒东风 而是戒来满天神仙的庇佑 我要告诉大正国的将士们 我们 是位神仙庇佑的军队 不战则已 战 则必胜 好 那你要何时何地开谈作法呀 明日 臣就要在这万众聚集的军营之中 开谈作法 请求神仙的相助 明日 我召集军马万众等候 只等候你来开谈作法 可别让朕失望啊 神 并不复陛下所 相国 你赶紧收拾之前的东西啊 收拾东西做什么 逃跑啊 相国 我懂你 我知道你刚才是在说大话 但是我不怪你 我愿意跟你一起亡密天涯 我的傻娘子 我从来不说大话 而且 我真的能向天解放 靠什么剑 靠这个 二位 都是新天剑的大财 能否预测 今日 是否会是晴天 是否会有东风啊 老将军 此事 绝无可能 与进位结束 西风不可能停止 数十年来 都是如此 那本将军 就放心了 西风 今日本将军 一定让你在万军面前 天空自有灵 三皇 海武泰 黄蜂卷龙林 助我 于苍生 恩泽 吉虎海 呼啸 黄蜂来 呀 啊 啊 啊 吟风 风在哪啊 啊 哼哼 哼哼 不放 来 东风 东风真的来了 陛下 陈 一向天借来了东风 朕可受不了你的礼啊 大贤 你真的做到了 你一点都不像凡人 娘子请看 所谓的借风 其实不是我借 我们所谓的东风西风 其实都是木 他们根据地理位置的变化 以及海洞气候 会随时变化 所以明天正是东风的事 所以这东风不用你借 他自己就会来 娘子真 姓黄呢 你还有什么话说 林峰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你是不是持了什么妖法 妖法 滚一面去 老子用的是堂堂正正的科学知识 众将是何在 无等在 今日 东风已来 乾坤朗朗 漫天神仙庇佑我国 这一战 江国不再是无人能挡 这一战 我们将打破江国不败的神话 这一战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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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臣便去出政 朕 等你开旋 臣 必开旋 黄狗 从今天开始 你在军中颜面扫地 而我 你才是军中的神 快 杀 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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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我军已全先崩溃 江国军队争吵我军指挥部从山而来 斑了 亲公 今日便要灭国了 大政国的援军呢 不是说大政国的无取兴军会带仙旗来吃援吗 陛下 那大政国都退兵两百里了 还吃援什么呀 陛下 投降吧 大政国的援军不会来了 那便投降 报 陛下 来了 来了 什么来了 无取兴军 携仙器来支援了 仙器 仙器 仙器在哪 在天上 在天上 天上 仙器降临 神仙庇佑 天不枉我大金 天不枉我大金 哈哈哈哈 不 大帅 我军轰炸机 已成功抵达敌军上空 好 传我率领 向敌军轰炸 是 真的是神仙 真的是神仙 神仙要命 不打了 我们投降 不打了 我们投降 报大帅 一将成胜追穷寇 不可孤明学霸 全军出击 本帅要 要出击 你是本将军代军出击 皇偶 你配 大家看 虎伏在手 百万兵马任我调动 你说我配不配 林峰 你所做的一切 不是在给本将军做驾议 赶紧从驾驶上滚身来 所有的功劳 都是属于本将军的 你确定 当然确定 虎伏在手 除了皇上不在之外 其他地方 我最大 你说老子说的算不算 那你看看 这些将士 哪一个肯听你 还不认识这是什么吗 虎伏 虎伏 老子诛了你们九祖 你以为老子在将前 戒风戒是白戒的吗 告诉你老子戒的是民心 戒的是他们对我的信任 要不是阵前斩将 不利于军心 老子早就把你杀了 他们快滚 林峰 你给我等着 众部将听令 末将在 左路先锋 快马去拦截江国的后路 末将领命 中路大将 全军出击 沿途侵杀俘虏 末将接旨 右路先锋 与金国军队会合 你们一起 叫杀将军 末将领命 听好了 此战过后 我保证你们每个人 连升三斤 末将誓死 军心大帅 江国败了 号称不败之师的 江国真的败了 天不枉我大金 陛下 大圣国右路先锋前来 邀请我国出兵 共同追杀 江国军队 好 传朕旨意 全军出击 朕要痛打落水狗 得令 再准备 盛大晚宴 朕要邀 吴取兴军入宴 无罪不归 干杯 打了个胜仗啊 请金国援军入宴 这黄将军终于来了呀 黄大将军 久仰大名啊 今日一见 果然威风淋漓啊 果然不一样 陛下 也是春秋鼎盛 帝王赫赫呀 请 请 黄将军 此人是那位将军 朕怎么没有印象啊 此人 只不过是一个奴仆 不足为体 既然是一件奴仆 怎有资格入朕的宴席 来人 给朕轰出去 我早就听说 大金国的皇帝 没有识人之名 今日一见 还真是昏庸 放肆 竟然敢诋毁陛下 本军千里之人 破江国军队 如杀鸡砍狗 如今呢 被人当作奴骨 你说 是不是 你是说 你就是吴曲兴君 正是 您就是吴曲兴君 为何皇大将军 说你是奴仆呢 皇大将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陛下 此人 只不过是兴君下人 暂次胡讲胡威而已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啊 我就说嘛 吴曲兴君 乃天上神仙 怎会如此普通啊 哈哈哈哈 朕平生最恨之人 无边乱造之徒 侍卫 还不快把他 给朕轰出去 这是何故 竟然封出雷霆之殿 各位大人别慌 这是兴君的仙气 被这奴才给盗用了 区区奴仆 竟如此狂妄 朕今日便要替吴曲兴君 清理门户 攻剑手 给朕射杀此了 给朕射杀此了 父皇 父皇住手 杀了他 我们晋国必亡呀 都是这个黄金白片的人 我们这次的指挥官 就是我身后的凌峰 他是此战的指挥官 没想到 他竟能只会掀起 打破无人能敌的江国军队 老金头 你不信我也就算了 你连女儿你都不信 父皇 是凌峰造的仙气 还向天 借风 借日 是本次征战的大元帅 这个黄金白 他什么都没有做 为什么要信他呀 黄将军 你敢欺瞒朕 陛下 臣可以解释 这件事情 够了 险些被你骗了 此战最大的功臣盟冤 要是金国的将军 朕必斩你 陛下 但你不是 所以也请你立刻离开宴席 没有资格入席 陛下 陛下 自己滚吧 朕有眼无珠 还请星君息怒啊 朕有眼无珠 还请星君息怒啊 请星君息怒 凌峰 我父王都给你行礼了 你还在这得意什么 洛儿 不得无礼 你又骗人说你是星君 但我不揭穿你 因为我想嫁给你 不知者无算 对对对 星君大道 请星君入席 本将军 前行经营军队多年 可不是白混的 李峰 我要你所有的攻击 都给本将军所有 来人 传 随今书记官 是 大将军 书记官 本次军队的军功 可原原本本的记录下来了呀 丁将军 都记录下来了 好 打开 这 大将军 您这是 给我把军功策上 所有林峰的攻击 都改成本将军了 这 黄且军功 那是砍头的大罪呀 你改不改 你不改 老子现在就杀了你 将军 听说 你还有位美貌娇妻 听说 还认得很 这是 大将军 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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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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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改 改 要不 清军你来我经过 朕封你为 一字命监王 愿意你 平分江山 毕驾此话 可当真 军无戏言 真的 真的要平分江山啊 本军此次下凡呢 是杜大政 更何况我的夫人 还在大政呢 大丈夫何患无期 只要行军愿意 朕愿意将金国的公主 赐婚于你 父王你说什么呢 这么多人呢 洛尔 你都快和行军贴一块了 你那点小心思 还能瞒得过父皇啊 行军 你为如何啊 本军与公主信有灵犀 自然行军 但是 先人守势 上人众诺 本军一不会背弃大政 二 不会背弃发妻 所以如果陛下 真将公主许给我 最多 是个平妻 这 平几啊 平妻啊 这怎么行 父皇 我愿意的 真是女大不中流啊 朕只为行军一句话 日后金国有难 行军管不管 以后 金国有难 便是本军有难 朕 这便写下婚书 让公主 嫁去大政 立正 此次出军 我军大破僵 杀得对方 屁滚要流 丢回气劲 早听闻此战大胜 还以为夸张 没想到 真的大胜了 这下 我大政 必定崛起 将来 百国来朝啊 何止是百国 朕 要的是千国 万国来朝 陛下 威武 威武的 不是朕 而是 武举 陛下且慢 陛下 此次军功 并非临风所有 皇大将军 军功不是大帅的 那是谁的 大帅靠掀起 戒风 戒日 军功不是他的 还能是谁的 当然是本 将军的 黄狗啊 你在国外丢人 还不够 还要回国继续丢 狗奴才 本将军 懒得与你纠缠 陛下 口受无凭 请翻阅 军功记录册册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冒领军功 你可知 这可是重罪 陛下 军功册都不看 究竟臣子罪吗 这是何道理 臣不服 你还敢不服 来 把这个冒充军功 之徒给我带出去 陛下 臣为国效力 九死一生 您就是这样对臣的吗 陛下 连军功册都不看 莫非 莫非是在偏袒大帅 肯定是在打压武将 都给我住嘴 陛下 既然他要看军功册 就让他看 也好让他死得明白 狗东西 能翻了军功册 看谁会被治罪 宣随军书记官 微臣见过陛下 你 朕倒要看看 你黄姬白到底有几处军功 黄姬白大将军指挥先弃 破江国两千重士兵 黄姬白大将军指挥全军击溃江国军队 黄姬白大将军 一骑当先 俘虏江国士兵两千余众 黄姬白大将军 誓会细解五千余剑 盔甲无数 收金国白银两千万两 陛下 此事一剑分晓 好手段呀皇后 连随军书记官都能试 血口喷人 你欲夺本将军功 本将陈渊昭雪 又在此胡说八道 陛下 你之前说过 茂林军功乃是大罪 我建议将林峰打入天牢 以敬效尤 我建议将林峰打入天牢 以敬效尤 没想到大帅是这种人 是我们错怪黄将军 原来黄大将军 才是真正有才能的人 黄狗啊黄狗 你这行骗的技术 倒是越来越高潮 可惜啊 你有一个漏洞 而正是因为这个漏洞 让你精心布置的骗局 功亏一篑 您死之前还在血口喷人 将军堂堂正正 有何漏洞 有啊 而且你的漏洞 有何漏洞 你忘了 那日在金国赴宴 你被捕了出去 后来发生的事情 你什么都不知道 陛下 请念此魂书 魂书 什么魂书 谁与谁与谁的魂书啊 自然是金国皇帝 自我和金国公主 良缘永结 匹配同称 朕以大金皇帝之名 将爱女赐予林峰 从此 大金 愿供奉大政国为宗主国 已敢林峰元帅 持江救援之恩 从来只有我大政 嫁出公主 以求联姻 今日竟然形势相反了 我大政威武 林峰大元帅威武 有你 真是我大政国之福啊 王金丸 陛下 这还有什么 还要说的 我 我 还敢改变 难道大金国皇帝 都在骗争啊 陛下 这不关微臣的事啊 都是皇大将军逼我的 我不写 皇大将军就要杀我 还要杀你 没错 皇大将军不仅要杀我 还欺负我妻子 屠杀我全家 微臣实在没办法再写的呀 王金白 你好大的狗胆 陛下 陛下饶命啊 陛下饶命啊 其境往上 实乃我大政之时 请 秦亿下人成 皇金白 冒陵军功 罪该问 朕 向你打入死牢 陛下 陛下念臣 究竟沙场 九死一生 美国效力的份上 饶臣一条性命吧 陛下 一国大将 不可轻易 关入牢狱 也罢 此罪可免 国罪难逃 朕就要剥夺你的虎福令 将虎福令 交与朕 陛下 臣不可以匾再匾呢 陛下 还不认罪 来 给我丢出去 陛下 现在起 大政所有兵马 由你调控 你便是名副其实的 天下兵马大元帅 星君此次出征 给朕带来了很多好消息 朕 也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 星君战胜江湖 攻击局势震惊 如今 星君的名头已响彻妄妇 各国不少使节纷纷前来拜访 都想一睹星君风采 朕准备举办一场盛大的丰盛庆典 在庆典上 正式册封您为 天下险胜 五曲星君 到时啊 诸国都会以我大政国敬畏 甚至 我们会成为 万国之宗 陛下放心 只要有本星君在 我大政一定会成为万国之宗主 而陛下 这一定会是万国一帝 好啊 好好好啊 哈哈哈哈 相公为何如此开心 莫非有什么喜事 是喜事 而且是天大的喜事 何事 不告诉你 相公对我也要保密啊 有些小秘密 才更有情趣 等风上大典的时候 我会给你个惊喜 请请请 请 今日终于能看到星君了 是啊 神仙下凡呢 二位大人 不要紧张 这次 忠我得到星君下人之位 重回大将军之后 我定会 那你就要千倍万倍回馈我们 正是 正是 黄狗 黄狗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又是你个狗东西 你竟然穿着星君的测风华服 这 你是不是魔证了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不明白 明白什么 我就是你们要拜见的 五曲星君 我就是你们要拜见的 五曲星君 大帅 这可不能胡说呀 对呀 就算你是星君 最信任之人 可也不能对星君 如此无礼呀 胆大包天的狗奴才 你不仅穿星君的测风华服 才做星君的险胜宝座 你豪大的狗奴 林峰 看来不用我们出手 你自己的张皇 把自己害死了 相国 你快起来啊 林峰 你别闹了 这可是丰盛庆典 可不能玩笑 林峰 你如此对星君不信 星君这次 必施宠于你 宠爱于我 你屁股都烂了 怎么宠信 你 星君天上下凡 智序高雅 毕丽 喜爱团金的诗词歌赋 我搜集到 诗传已久的诗集 献给星君 星君定然欣喜 必然重姓于我 诗宠于你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招 星君地位尊贵 钱财全色 样样不缺 缺的 就是这 绝世的好诗书啊 唉 今日星君必定被他讨好 我等 没机会了 林峰 我这一招 你该如何应对啊 不就是诗词歌赋吗 我随口一吟 就是千古绝唱 不就是诗诗歌赋吗 我随口一吟 就是千古绝唱 看老子背出唐诗两百首 吓死你们 大帅 你武略天下第一 这没人之意 但你这文采 有这么厉害 下官便不信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你当你是天才啊 还随口一吟 千古绝唱 这不搞笑吗 林峰 真乃狂啊 在星君未来之前 我与你比试比试 就比一比 谁的诗 更好 黄吉百 你有绝世诗书 可大贤却没有 这 对啊 这不欺负人吗 谁欺负他了 谁让他没有准备啊 谁说我没准备啊 相公 没见你带书来啊 我的书 在这 你翻书 我笔卷 你抄书 我原创 就这 照应你不误 哈哈哈哈 真乃狂妄 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绝世诗词 大家请听 塞外百万里 竹廊 两千年 未报君王恩 马格 果诗环 好 好 好诗 好诗 气势磅礴 好一个 马格果诗环 哈哈哈哈 我被果诗 就该有 如此气魄啊 林峰 被我诗词的 磅礴气势 震到了吧 气魄 那我便让你看看 什么叫气魄 那我便让你看看 什么叫气魄 秦时明月 汉时光 万里长征 人未还 但是龙城 飞匠在 不叫狐马 入阴山 好 好诗啊 好诗啊 这这这 这是绝绝胆气 牺牲壮烈 全都写净了 不可能啊 整首诗都透出一种 誓死为国的气势 比之前那首诗 好出千万倍啊 是啊 这诗 绝对能流传千古啊 怎么样黄狗 本君还能随口 引出成千首 这样的诗句 还想听吗 你能引出这一首 必定用了你 全部的文采 你能引出第二首来吗 那你便 听好 听好了 千里黄云 白日熏 北风吹燕 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 不识君 好一个天下 谁人不识君 葡萄梅酒 夜光杯 玉饮琵琶 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 寄人回 好好好 好湿啊 沙场醉卧 岂不快哉 黑云鸭城 城欲催 甲光向日金灵开 暴君黄金台上翼 天邪玉龙 未君死 好 好 好啊 这 这便是 五辈臣子的 忠贞之心啊 现在 知道什么叫做文武双全了吗 鱼鳳 狮死各父 只是拨星君一笑的小刀而已 星君真正喜欢的 而是勇武之人 陛下驾到 陛下驾到 爱卿平身 黄金白 你怎么在这里 陛下 臣 要撞告临风 告他 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陛下 臣 正是因为知道 今日 是皇上册封五曲星 为天下写胜兴君的日子 必须要撞告临风 黄金白 你要是想活命 现在就闭嘴 滚出庆典 否则 朕也保不住你的命 陛下 陛下 为何大政国皇帝会这么说 这临风的面子为何这么大 陛下 他要告就让他告 免得 咱别欺负人家 好 黄金白 那你就跟朕说说 你要告他什么 陛下 今日 撤风大帝 临风 穿星君的险胜华服 就是对星君的侮辱 臣建议 立即将他 斩首 哎呀 黄金白也黄金白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明白什么 他 就是镇要测风的 天下险胜五曲星君 什么 就是镇要测风的 天下险胜五曲星君 什么 凌风就是五曲星君 这 真是星君啊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险星君饶兵啊 我们是被黄金白 那个狗贼 蒙蔽的 哎呀 你还敢打我 你们在大政不遵守我大政的理 便是大政不遵 不在大政几言慎行 哎呀 星君我错了 多次冒犯 星君我再也不敢了 星君 便是不公 如此不遵不敬不公之道 打入大牢 等你们国家 派人来吧 星君饶命 星君饶命 来呀 把他们打入大牢 严刑刺好 险下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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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白 我都鬼 我都鬼 不会放过你啊 金黄的 现在该算算 咱俩之间的账 原来你才是险胜真君 是我 妖艳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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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求你 饶我一命 饶我一命 饶你一命 从我将士里面 要呢 还想污辱发气 还想抢夺功劳 非杀你不可 不 仙君 仙君饶我一命 饶我一命啊 现在是在书 晚了 来人 惨了 陛下 仙君 饶我一命 饶我一命啊 仙君 啊 无取仙君 将士下凡 无取仅 万狂澜于祭岛 福大夏之江青 可谓功德无量 朕 今日册封新君为 天下险胜 无取新君 与朕 平起 而等 还不快贵败新君 败贴新君 新君一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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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身 相果 你就算是新君 也不能抛弃我 选择嫁给你 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了 新君大人 有二愿意以身相随 相果 我给你揉肩按摩 无 无